爱玩神友会听见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ASD太郎 今天我们要依然吹起浓浓的怀旧风 我发现听爱玩神友会的听众朋友们 在听到一些古代一点的音乐的时候 这个共鸣性非常的强 像最近分享的这个勇者斗龙系列的音乐 很多人在网路上就跟太郎聊了非常多的天 难道同温层都是这个年纪颇长的人吗 我们也希望向下发展 有更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们 听听这个过去的一些好音乐 也能够跟太郎多多交流一下 或许你可能现在没有机会 但是其实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 像模拟器啊这些等等的软体哦 这个现在硬件功能都很强大 有的都可以放在手机里面 甚至很厉害 还能把它改到像switch里面都可以玩 如果你觉得音乐很好听 你也可以利用这些相关的功能 在怀旧下看看当时这些好玩的游戏呢 它带来的氛围 是不是跟着音乐呼应起来 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在家鸡刚开始诞生的文明当中 最重要的历史阶段 就是法米控任天堂的红白鸡时代 那我们今天呢会特别精选呢 我有手音乐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这个音乐呢 就非常的厉害啦 是一款射击游戏 在射击游戏当中呢 太郎个人对这款游戏哦 是觉得彩度是非常棒的 我觉得有一点点幸福的味道 因为它的整个游戏的画面颜色 非常的多元丰富 叫做冰封哦 这个两个拳头的这种飞机的战机的 这个驾驶 而且可以双人共同合作 除了音乐好听之外 游戏的画面呢也非常的亮丽 因为在过程当中 你是要不断的射那个子弹 去打那个云里面的铃铛 那每个铃铛呢 它都会变色 每一个变色代表 不同的这个宝物的功能 所以有时候如果双打互相合作的时候呢 在自己的战机身上 打出了另外铃铛 搞不好你的队友跟我说 再把它打一下 打成它需要的功能 再把它吃下去 所以它双人合作呢 这个技巧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款游戏呢 其实最早也是在1986年 就在红白机上面发售 算是在红白机上面呢 非常早期的作品 那发行商呢 Konami当然也是非常的有名 让大家一心想一下 冰封这款游戏 怀念当时团队合作 大家一起努力的过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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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翻臉的回憶 好 接下來要玩一個超高難度的動作遊戲 但是很經典 由TITLE開發的影子傳說 同樣的也是在1986年紅白機上發表的作品 這款遊戲作品讓大家又愛又恨 當年還記得在小麥店遊戲 剛這個卡帶出來的時候 我還記得大家換卡帶搶購一空 連台版的盜版卡都搶購一空 因為在扮演這個忍者影去救公主的故事 非常有趣的傳統經典 看起來容易但是因為它是橫向捲軸的遊戲 又上上下下 這個忍者四面八方向你攻擊 其實我認為它算是在難度當中非常高的一種 所以大家雖然換卡帶換得很快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當快的陸陸續續在一個禮拜之內 大家又把卡帶拿去換別的遊戲 因為太難了 玩不動 所以在遊戲當中 當年打到後面過關跟BOSS對決 很厲害的人真的不多 在這個電玩小麥店裡面 有人如果能夠是正好租卡帶 在現場玩影子傳說 如果大家發現這是個練家子 就會圍在後面看 然後大家看它這種在 這個多方面的攻擊當中 能夠冒險泛濫 最後通關 後面的這個小孩子 都是下巴髒得非常大 正正發出 哇哇這樣的聲音 如果真的玩很厲害 想要享受虛榮的成就感 就可以在外面公開示範 來玩玩影子傳說 今天要給大家聽的也是這款遊戲 最經典大家一開始進入遊戲當中 會聽到的主題音樂 讓大家再度懷舊一下 這款當初高難度的影子傳說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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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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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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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这款游戏就厉害了 火之鸟凤凰篇大河 经典中的经典王牌中的王牌 就连这个主角的名字都很特殊 叫做我王 这个火之鸟是从魂柱改编而成 而且在当年1986、87推出的时候 可以说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 像刚刚前面介绍过的冰封一样 它也是由日本的KONAMI所进行开发的 KONAMI开发在当年就是票房保证 像当年什么大盗五右卫门、魂斗罗等等的游戏 都是由KONAMI研发 横向卷头这款冒险游戏 主角我王 它是要在冒险的当中 收集那个凤凰图版的碎片 让凤凰最后能够解放 严格讲 我觉得火之鸟的难度 没有算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它游戏的关卡性 跟画面的组织 还有冒险的过程的这个氛围 营造得非常好 所以当年火之鸟也算是非常非常在小卖店里面 大卖的游戏 而且很妙哦 它的周转率很低 表示什么 大家买回去不会换 因为之前太郎分享过 小时候大家没钱嘛 卡带是用交换制 这个卡带玩玩拿去给 这个店家贴多少钱换下一款 但是当年太郎在当店员的时候呢 就真的可以证明 火之鸟几乎卖出去 就很少再回来的 大家都把它留下来了 包含像太郎现在一样 这种火之鸟当时原版的卡带呢 都好好地静静地躺在箱子的某个角落 但至少我还是把它收藏得好好的 经过重新演奏的同人音乐的版本 感觉会让大家再次回到那个感动的年代 体验一下 这个任何人玩起来都可以很有成就感的火之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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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